哈喽 巴刹电影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光俊 更加chill 更加放松这次 因为确实带着一颗放松的心情 和老朋友把刘来养了 然后非常荣幸 又一次来到嘎那 感受不一样的文化吧 然后这次呢 这次排的比去年还满 就是还是有点遗憾吧 没有多余的时间能够在这逛逛 好好逛逛 绝组红毯的那部电影 占量的种类 然后或者是一些咱们中国电影人的一些电影 但是就没时间 我还是有时间 就是都去看了 希望就是没时间 今天那个给虎哥 管虎导演打个call 然后他今天本来邀请我去看他的狗阵 然后没有时间 很遗憾 希望下次还是时间多一点 对吧 能够多看看电影 今年是这个 非常感谢 Tom Brown 和咱们这个 孤独症欣欣欣语的小朋友 然后特别有爱多做的这每个狐狸店 然后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这个三件套 嗯 搭配咱们 Tom Brown 特别标志性的一些 呃 那个logo 我觉得很得体 很大方 然后呢 很绅士 特别适合盖娜咱们这个红毯 做了一名演员嘛 咱还是这个 比较神圣的一个地方 穿的帅 实在很帅 然后非常感谢 我没有刻意的去怎么样鲜活 还怎么着 就是做自己吧 最舒服的一个状态 对吧 就是最好的 我觉得这两年 今年新进 跟去年比更加放松一些 啊 因为 每个阶段 每个人 他的一些阅历和 这个增长的见识是不一样的 所以每个阶段 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这个非常开心啊 这个非常开心啊 很多粉丝喜欢 特别喜欢 看我的一些作品 综艺啊 或者是采访 我觉得开心最重要吧 因为现在这个大家生活都这么的压力很大 能给大家 能在这个 繁忙的工作之余 给大家带来一些开心 或者是一些情绪价值 我觉得这很重要 比如公众人物来说的 让大家开开心心的 开心就行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人活着 对吧 开心最重要 旅游 出去玩一玩 吃一些其他地方的一些菜 然后感受不一样的文化 这是最放松的一件事 看一把游戏打打 对 让我很开心的感觉 要是赢了的话很开心 没有特别的去想过这种事儿 没有特别的去想过这种事儿 然后我觉得 水到渠成 该预见了 有时有合适的 或者是机会 都可以尝试 因为每个导演他风格是不一样的 对 可以去挑战一下自己 没有给自己设定一个特别的规定的限制 多尝试不同题材 厨子 开玩笑 这个问题 问过我好多次了 回答一个不一样的 之前说可能开个串串店 其实要是年轻的话 年轻的时候我觉得我开车还行 能不能做一个赛车手 特别我觉得我车技还可以 或者是电竞职业选手 真打游戏打可以 在大学的时候 这太重要了 最主要的是防晒 对吧 因为大家日常 尤其像莱嘎纳紫外心很强 天气很好 当然上个月出去玩 比如说或者陆宗义在新疆 都必须带上咱们欧莱雅的小金管 小银管 我皮肤算是偏油皮 然后呢它不是很 它会油腻很清爽 让我可以保护好我皮肤 当然还有咱们的安平面膜 王牌展 这个卖的非常好 吃惊 我都心想安平面膜还需要找代言人 卖的真的很好 因为很好用 我现在就是 我都是一箱一箱买的 然后舒缓我皮肤 然后又不睡 敷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很黏的那种感觉 挺老实的 推荐给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